星期三,跑阿底野菜 河梁的兴騎戰士 列馬斯河梁這次賽事 派出不少實力馬上陣 當中兩匹只負116磅的 銀兩之星和天地人 上季均曾在金箭的谷草千二米賽事 取得亮麗成績 他們能否再為馬房奏取頭馬呢 第七場銀兩之星 上季跑同程八次 獲得兩貫、一雅、兩貴、兩電 證明路友專長 金箭改由無險東拆騎 到底這匹六歲馬可不可以 在第三班賽事取得突破呢 第八場天地人 自從轉跑同程七次 獲得兩貫、兩雅、三電 表現準成 金箭改由莫雷拉雅鎮 騎鏈前季至今 合作119磅或以下馬11次 合共取得一貫、一雅、兩貴、三電 超過六成跑入前四名 今次天地人 初配莫雷拉 跑第三班賽事 扯汗人馬 兩貫一擊即中 取得頭馬而會 密切留意 星期三,跑馬地野菜